所谓打江山做江山就是流氓就是流氓语言 枪杆论里面出政权就是枪杆的一支就不讲公理不讲道德 也就是说这个 所谓打江山做江山就是流氓就是流氓语言 枪杆论里面出政权就是枪杆的一支就不讲公理不讲道德 也就是说这个很多人看到 你看那么多中国内地人就是大陆人都移民了 香港人移民的偷偷移民的或者是成金结合会的移民到英国的 是相当多 我想第二次才去加拿大 然后再去选择其他国家去英国太多 大家就看就感觉 就是香港搞成这样的 好些人就看不到希望了 他也改变不了 怎么办呢 他走 走得最多呢 他因为跟英国的一个关系啊 这些有一个历史渊源的问题 当然非常多 他把这个香港人这些气氛 撒在黑身上 撒在这个大陆华人身上 那么政权应该体现民意 真正的政权 人民政权应该人民当家做主 那么人民老百姓的一票一票往出血 这才叫人民政权 否则不是人民都不是人民政权 凭枪杆耍枪杆耍出来的 包括皇家 包括世界上的所有的政权 凭强权侨取豪夺 那么都是流氓政权 只有老百姓的评票选的 那才是体现了民意 才是人民的政权 尽管他冠以人民的民意 也掩盖不了是流氓的本性 也就是说他跟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政府 他没办法对话 他看到大陆人的 那简直上就是这个 就是一个像是一个撒系统一样 因为他们这个在香港的生活 那生活方式跟英国的差别还是比较大 应该说是广东人 或者是香港人的 他那套生活方式 他就习惯了 因为他认为非常优越 非常舒服 可是到英国以后 虽然他这个整体环境和这个政治制度 都是非常好的 包括医疗制度 就业什么 也许都比相当好 但是他的生活方式他变了 那个不满意 见到大陆人就好像就是这个 见到中国政府一样 要洒气 就我这个模样 我就是把这个衣服从头到脚 都换到英国的那身 人也看出来 也不知怎么就 看从头纹脸色 一看就大陆人 他用那个广东话说了半天 我也没听懂 但是说的具体 不像我们在群里说话 就涉及这个 很多敏感的 他不涉及敏感的东西 他从线下来说 一百个不满意 有的这个表现出来 香港人表现出来 对大陆人看出来的 他不愿打理你 就是你消费 坑他的无间接待你 来 这个叫徐宫的 非想非要 验名正身吗 对吧 举报这个事啊 我跟你说 那个事情 俺是不干的 俺是个老老实实的农民 有的呢 直接就给你来一句 我不说国语了 我不说国语 其实他说的国语 他才不愿理你 就是香港人 现在大批的 像外这个 为什么呢 怎么造成的呢 他为什么这个 就是中国叫故土呢 为什么他非要离呢 那不得 实在是不得已 被洗脑了呗 被洗脑了 说是打下了江山 土地是 给农民土地 给工人工作 工人农民是领导阶级 工人农民说了算吗 能领导国家 能给国家指方向呢 跟农民是惯以工人农民的名义 实现他们个人的野心 而那些个被灰了的农民 要给他们卖命流血牺牲 帮他们夺取了政权 你问问他们有好下场吗 你问问他们得到了 现在的待遇吗 没有吧 结果他们独享 独享胜利果实 而指工人和农民于最底层 甚至包括那些个烈士 烈士的家属 那么都过得滴滴答答 甚至包括那些个烈士 烈士的家属 那么都过得滴滴答答 穷困撂倒 而他们却实实在在享受着 这个所谓的革命成果 甚至包括那些个烈士 烈士的家属 那么都过得滴滴答答 穷困撂倒 而他们却实实在在享受着 这个所谓的革命成果 我们下转的革命成果 我下转的革命成果